四歲了 吉隆坡甲洞大幼兒園 慶祝兒童節 活動上校方頒獎 給這一年全清的學生 表揚孩子守時的好習慣 而在班旦應達大幼兒園 兒童節老是帶著小朋友 一起舉辦小型義賣 兒童節 為什麼有買東西的呢 這個義賣會是因為 最近在我們的檳城 發生了水災 我們想要讓孩子透過 製作一些小糕點小早餐 然後去募款 父母親的愛心 也讓孩子也為這些災民 付出一些小小的力量 媽咪要這個 兩碗放在裡面 這個義賣會可以帶給孩子 一份很特別的一個意義 就是知道有災難的人 就要伸出我們的元首 在我們元人的手 就要去幫助無苦難的人 想因為冰城水災籌款活動 孩子將平日存下的竹筒捐出來 你們把你們帶打開 潛移默化的教育 孩子們付出中學習感恩 讓兒童節更具意義 帶來新聞馬來西亞綜合報導